第十一單眼 好 各位大家好 我們繼第十一單眼的金屋體材 等下班級開始來做示範 外面上剩下五顆柳橙及一個白色的碗 我們先從柳橙的部分開始來上車 好 柳橙最主要是以橘色為主 好 我們用黃色加了橙色調出它的基本色之後 好 我們就開始來動作 來上色的動作囉 好 我們這個五顆柳橙 我們在顏料的部分調色 一次就把它調多一點 好 我們大概這個顏色看一下 很接近即時的顏色 其實這個顏色是中間調的部分 如果我們要從暗的部分開始畫的話 我們在這個橘色的部分 好 加了少許的綠色 綠色的部分 加一點紅 好 讓它呈現這個暗面的顏色的感覺 好 我們開始從暗面的顏色開始來上色囉 好 那就請大家注意仔細的看囉 好 喔 好 喔 好 喔 我們在上完按面之後 我們開始往中間掉的部分來上色 我們即時上色的部分也是以縫合的畫法 先從按的地方往中間掉的部分來上色 大家就注意看 我們上完了中間之後 往這個瘦光面的地方畫 我們大部分是以加了黃色 加少許的白 來做它的瘦光面的顏色 我們就開始往亮的部分來做上色的動作 老師上色的筆碗 大家就注意看 都是用這支偏筆 用色塊的堆疊方式來做上色 大家就注意看 好 我們應用堆疊的筆觸 先把這個瘦光面的白色 上完之後 最後 我們就用白色的筆觸 顏料 因為我現在是私中施 在它的瘦光面部分 就點綴了瘦光面的顏色 好 這樣讓它的明暗更明顯 好 在這個整個第四個色調點畫完之後 我們在激光點的部分 我們把筆擦一下之後 用比較純白的 用這個角的部分 激光點的地方 稍微再做點示的動作 讓它的光線 激光的感覺比較強烈 現在老師整張筆法 都是用後塗法的方式來表現 好 我現在點了幾個整個極質的感覺 它的立體明暗就顯得相當的清楚 老師這一張最主要是以色塊來表現 讓大家能夠清晰了解上色的技巧 那有一些比較暗的地方 我們當然可以 不夠地方再做的加強 來 有些地方不夠的部分 或是有些不夠紅的部分 再來做加強的動作 好 這個筆觸一樣這樣壓一下就好了 好 筆觸的筆解 好 筆觸的筆解 即使的筆解的立體感 更換的顏色也都能夠表現得 相當明顯 那筆觸大概也由大到小 慢慢的堆疊上去 好 不同的程度堆上去 好 這樣感覺齁 就 筆觸會比較好一點 好 這邊比較好的部分 我們來再補一下 好 那整個感覺齁 其實 整個 整件的立體感 也就出來了齁 好 整個立體質感都出來之後 我們接下來 當然有些 零零腳腳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種 畫面上的一種效果的表現齁 好 我們接下來的部分 是從 白色的碗 開始來上色 我們從碗裡面的顏色 來做上色的時候 白色的碗通常要搭配一點藍色 因為藍色的顏色 來顯現它這個 白色的明暗 白色的純粹也不是白色 我們從碗裡面的顏色 來做上色的一個 做簡單的注意看齁 這個外圍的輪廓 等一下我們會再修飾齁 當然裡面有一些折色光 如果你注意看圖片齁 這個碗 因為裝了柳橙 柳橙是金黃色的橙色的 它會有 緩映色 在這個碗裡面齁 從碗裡面的顏色 先上色齁 好 像這邊 部分的碗的內顏的顏色 有一點橘色的顏色 有一點橘色的顏色 要不要注意看齁 它會呈現橘色的顏色 這叫色彩的環境色齁 好 必須的就把它上碗 而且碗上一個層 白層 我們不可以再修飾齁 我們現在開始來講的話 現在 兩張的感覺齁 我們一序的慢慢的 從這個 碗 就慢慢的完成齁 部分有 本身有個厚度 就是白層 我現在就是用白色的顏料 這碗的厚度 把它描出來齁 當然你要用角度也可以齁 這樣就是 用別人的角度的方式來畫齁 會打到齁 當然 板結上是個白色的碗 就好了齁 現在齁 用白色的先把這個 這個碗的顏料先把它遮起來齁 好 要是故意用這支平凸筆齁 好像這樣壓硬的感結 呈現有角度的感結齁 好 慢慢的齁 這裡 有些厚的顏料沒有關係 等一下 我們也可以用 這個 管的外圍的顏色把它 就是把它塗滿齁 因為這個白色 可以故意的畫粗一點齁 你線條比較難化 好 我們現在開始 往碗的明暗來開始來做齁 我跟老師剛才講 碗用藍色的色調 來做一個它的層次的變化齁 我們來看其實 白色碗它的 左邊的部分的顏色 其實也蠻深的齁 我們現在 這個顏色 把它當作第一個顏色齁 好 我們現在就是剛才白邊的部分 我們用這個 筆 就這樣大膽的這樣 把它壓下去 來 就這樣 壓下去 順便把這個 往的邊緣這樣做出來齁 修 修修修一下 好 好 好 我斷 慢慢的圍內有比較大 也沒關係齁 反正就是表現一個 畫面上的關節而已齁 好 這個部分就 剛好是暗面的顏色 最暗的地方還是不夠的齁 等一下可以再補第四個顏色齁 好 我先把它蓋 補為成三個顏色齁 老師 用的筆法都是屬於比較厚土堆疊的筆法齁 注意看有沒有齁 那些 青花齁 這個碗上面那些 藍色的右色齁 都是等最後再畫齁 好 我先把基板的碗 它當作是一個白色的碗 把它明暗做出來齁 好 好 人家就這樣對抵上去 好 好 小時候我們再加白色齁 白色 老師剛剛講這個有反應色 因為桌面的部分 是屬於暖色系齁 所以我們在這個 藍灰上的地 藍灰色齁 藍灰色的顏色 我們就是加了一個小許的這個 即死即色 一點紅都可以齁 我們讓它的灰掉是屬於暖灰色齁 好 我們整個別的顏色齁 再重新調 好 整個別 好 我們接著 把第二個顏色把它抵上去 原色還是太亮了 再重新調色 好 把第二個顏色把它抵上去 好 好 這個色調有點 欸 加了 橘子 有點反應色調的感覺 好 我先仔細還有一點微紅的部分 把它抵上去 這是桌面的反應色 好 順便把它抵上去 好 好 好 右邊的部分 再上色的 好 右邊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 先用純白 先用純白的顏色 其實它也不是純白 其實裡面來講 要穿著一點點 有點 軟 軟白色的顏色來上色 好 把這個點也修好 好 好 挖出去了等一下再修 沒關係 上面 微塞 微塞 七五個部分都在 好 我們把這個最基本的 整個 3個色塊的部分把它補完之後 我們接著就是 在做 碗內圓的一些 顏色 碗裡面有一些比較深的 這個極致的顏色 再來做 修飾 這是剛才點到的部分 順便 把它修圖 修圖 把它修圖回來 好 味道就是這樣 這個碗就回來了 這個碗就回來了 好 好 修一下 其實你這樣注意看 這個 這個 油啊 的 好處 機會就是可以改來改去 好 我們現在把碗的基本 3個色調畫完之後 我覺得說在整個暗面來講 還可以再加強 有一些 比較暗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再加強 一樣用比較藍色的顏色 來做完的第四個顏色 比較暗面的地方 這個藍呢 如果彩度太高的話 可以加一點碳位色 這樣才把它降低彩度 我們在最左邊的部分 再來加一個顏色 再加一個顏色 修好 好 剛才 老實在講 其實黑黑白是一種簡稱 我們情況來講 要畫一些五項來講 但其實它的顏色 顏色來講 其實也不只是只有三個顏色 還有 好 我現在把它 補上第四個顏色 好 要用一處堆疊的方式 把它堆上來 然後就小一處的紅盒 整個碗的立體感就比較明顯 好 我們把這個界線 稍微做簡單的 紅盒的動作 好 然後這個 紅盒的動作 這個上面 有點天然 這樣堆疊 讓它折現 這個淘氣的碗的質感 那 這個 底的部分 我們可以再加強了 好 這樣整體的感覺 碗的立體感出來之後 我們開始來加 這個碗上面的藍色的青花的顏色 那通常其實來講 如果像 它是屬於 應該是屬於佑上彩 佑上彩來講就是 燒的溫度不是很高 就是 你上什麼顏色 要除了顏色 是什麼顏色 叫佑上彩 就是佑上彩 就是佑上彩的顏色 溫度比較低 好 我現在可以 用比較深的藍色 那些紋路 稍微來做一個 因為現在是市中市 所以覺得說 上彩可能會不會達到我們預期 畫得那麼深 因為會昏到底色 那這樣這時候 我們下筆的時候 盡量就輕一點 那我們哪一支 比較細長軟的筆 細長軟的筆 來做這個 上這個青花的顏色 好 點點點無所謂 那就是 你沒有一定的 講解的藝術就好了 鮮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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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把它加上去 我們可以注意做一些變化 看起來像壞一個人 摔線的感覺 簡單的 剝勒一下就好 像不像也就不用很重要 而且這是一種 裝飾的一個圖案 這樣點完之後 就好像有一個感覺 就好了 這樣小小小的 蓋瓜的筆法就可以了 蓋瓜就可以了 我們就這樣把一個碗的 青花的部分 就把它完成了 因為這張整個畫面上的感覺 我們畫到現在已經算是一種結尾的動作 當然物件讓它的明暗 如果能夠更清楚來講的話 這個互相的立體質感當然會比較好 當然老師我覺得說 像這個不夠深的一樣會再補一下 我們再補筆 可以讓它整個立體感更加明顯一點 這個不夠深 不夠深的部分再補 再加個關係 這個紅橘加了綠色 把畫面再做強調一點 往外對出去 它就一樣呈現立體的效果 我們是留筆觸的方式 不是細緻的顏色表現 比較粗曠的筆觸 我們把這個畫到這地方再加強 再加強 整張畫面的感覺 我們先接近尾聲 這樣看一看 你已經看到畫面的畫面 有你心裡那麼困難 你自俗自俗的方法 自俗也有畫面的方法 你若感到這樣 反正不鎖的部分 你就從後的畫 從後的看 慢慢的去 一樣把它完成 總是這樣 可以倒一步一步來 如果你是完全剛入門的話 來學習過程會比較吃力一點 沒有錯 但是你如果有耐心 慢慢的仔細的看 一點一點 你必得跟著老師這樣練習 其實很快 以前的畫面 我們都不能這樣剪 現在有網路的教學 這麼方便 就有保護這個機會 一旦畫面就先用畫 我這張已經接近尾聲 大家就趕快的 這個時間把它完成 在有一些小地方 我們再把它修一下 這個老師會 事後就把它修 有些沒有畫到的部分 就把它修飾一下 今天就示範到這裡 這個 有時間就塗在 先來畫了 這個 要怎麼剪 要怎麼剪 看你個人的 既好程度 你要不要出來 接近香片 那種感覺 其實也沒有說不可以 好 我們就這樣子 就這樣結束了 好 我畫了 好 我們今天的示範就到這裡 各位趕快找時間 就開始裝備了 好 謝謝大家的觀賞 如果記得老師的示範不錯 也請大家能夠把它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一起來畫一畫 好 謝謝大家 祝大家